然後就是脂質 lipid Lipid 可以分成兩類 如果它在室溫之下是液體的 我們就要叫做 Oil 油 如果它在室溫之下是固體的 就像牛油一樣 我們就會叫它 Fat 即是脂肪 不過一般日常生活 我們都沒有睡得那麼仔細 有什麼食物是比較多脂質 lipid 最多當然是油本身 幾乎100%都是脂肪 就像牛油一樣 另外就是一些奶製品 包括牛油材料 芝士、雪糕、奶製品 都是有Lipid 我們會用橙色來代表的 另外就是不同的肉類 魚、雞蛋 另外有些食物本身有的脂肪不是那麼多 但在烹調過程中 例如是薯條一樣 我們用油去炸它 那些薯條就會吸收了些油 然後就會含有很多脂肪 而脂肪裏最大部分就是 Triglyceride 金油三脂 在我們身體內 我們的肝臓會分泌 BioSauce 膽鹽 將它餘化變成細小的油滴 然後就會有Lipid脂肪酶 脂肪酶可以將Triglyceride 金油三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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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